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曾杰明 今天我想谈谈 就是这次武汉新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的危机 它对中共政权会产生什么影响 现在已经很明显了 就是习近平,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 他对这次疫病危机 他仍然采取的是集权的疫病防治模式 而且他还想通过这次疫病防治加强集权 这次武汉新冠状病毒肺炎大爆发 本身就是集权体制的缺陷所引发的危机 这个从去年12月3日 武汉发现最早的人传人的疫情以来 中共湖北当局就采取了这个乌盖子的高压政策 错过了防治疫病危机的黄金时期 造成了这个武汉新冠状病毒肺炎的大爆发 这个疫病大爆发之后 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 悍然采取了这个 对武汉以及湖北 包括武汉在内湖北16个城市 超大规模封城的方式 应对危机 这就把这个问题搞爆 本来这个湖北当局乌盖子 中共湖北当局乌盖子 已经使得这个小事 小事变大 习近平这么一封城 就成了大事搞爆 现在也是非常明显的 我在它封城之初 第一时间我就预言 它这么一封城 会把这个单纯的疫病危机 扩大为经济危机 社会危机 现在已经明显的 在大幅的应验我的判断 随着这个对湖北 对武汉的超大规模封城 封城造成了这个封锁地 被封锁城市 经济崩溃 物流中断 交通极为困难 交通阻断 城市瘫痪 使得这个武汉和湖北当地有限的医疗资源 趋于崩溃 现在正是这种情况 封城导致 这个疫病危机 加剧 大大加重 使得这个 防治的难度 更大 因为 他采取这种封堵的措施 人为的 有把这个被封锁地的经济 搞经济搞崩溃 城市搞瘫痪 然后人为的 强迫 强迫 当地的所有的人 不能够享用 这个 外地的医疗资源 必须 封死在这个医疗 医疗资源有限的武汉市和湖北 抑郁之地 这就必然造成这个 医院系统的这个崩溃 医疗资源的严重短缺 导致 引发这个 严重的人道灾难 导致大批的 原来 原来健康的人群 遭感养 然后 活活的这么病死 现在已经是 已经 已经是 大规模的出现这种情况 比如说这个财经杂志 财经杂志 最近 在武汉 就是财经杂志的记者 在武汉 非常勇敢的 进行了一个 案发 发现这个 每五十名 出现病状 出现肺炎病症的这个患者 武汉的这个 医院系统 只能收治五个人 每八十人 每八十个病患症状者 武汉的医院 只能收治五个人 那么其他的 七十五个人怎么办 所谓自行回家隔离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没有地方看病 自行回家隔离 你说的不好听 就是回家等死 非常的残酷 由这个细节 也就 这个细节也就戳破了 这个 湖北当局 所谓武汉 只有三百多人 只有三百多人 新冠状病毒肺炎死亡的 这个数字 的虚假性 那么实际上 实际上 有超过 有超过十倍以上的这个患者 这是 一位封锁的原因 一位封城的原因 武汉的医院 没办法收治 你只能回家 自我隔离等死 那么 他们死亡的数字 更不会暴入这个 新冠状病毒肺炎死亡的数字 当中 他就不会被列入死亡病例 那么 这个所谓的三百多人病死 这个数字肯定是大大缩水的 由这里可以推断 这个武汉新冠状病毒肺炎 病死的人数 是二十倍于 至少是二十倍于这个三百多人 也就是说 至少六千人以上已经病死了 这个跟这个武汉市现在 火葬肠 现在加班加点三班岛 部分昼夜的焚化尸体 这个情况是吻合的 如果只有三百 如果只有三百多人病死 哪用的这三班岛加班加点 部分昼夜的这个焚化 因为武汉这么大一个城市 他有十多个火葬厂 他有十多个火葬厂 所以 由此可见这个疫情的严重 这个习近平他 继续采取的这种 集权防疫的模式 他导致的疫情的加速恶化 加速恶化 大幅升级 那么这种 这种野蛮封城 就像治水一样 一味封堵的这种措施 他显然 他显然是不符合这个湖北 和武汉共产党当局的利益的 在这里这个中共地方当局 跟中央当局 他的利益是不一致的 但是在这个中央的 这个淫威和高压下 地方当局他不得不执行 但是随着这么执行 随着这种封城封损的执行 形势大幅日化 那么地方他最有 他对这个中央 他最有抵触的心理 因为中央 你中央领导人 你躲得远远的在北京 站着说话不腰疼 武汉和湖北是在河里 你是在水里 所以你不死水不知其中之位 而且你的相对是非常安全的 这个武汉和湖北那些 中共的这些各级官僚 他自身也是处于危险当中的 他也是在遭到封锁的 在遭封锁的对象之一的 那么在一般的情况下 在一般的情况下 如果没有疫病危机 没有这种紧急情况 那么中央和地方 它是一种主仆关系 一种隶属关系 因为中国它是没有民主 因为中共体制 它是一个没有民主的体制 中国那个各级官僚 地方官员 它不是地方选举产生的 它不会为这个地方的选民负责 它是上级任命的 那么它一般情况下 它就会只为上 只对上级负责 逢云这个讨好上级 对不把你们这些 武汉市和湖北 武汉人和湖北人放在眼里 但在这种情况下 它就会发生变化 中央和地方官僚之间的关系 就会发生变化 因为这个汹涌而来的 瘟疫 它已经直接威胁到 湖北和武汉的地方官僚 所以中央的这种极权的措施 比如说封城 对于他们是不利的 他们并不是心甘情愿的 所以如果这个疫情好转 那还好 它还会 它在这种中央的淫威和高原下 它只能是一步一趋地服从中央的命令 但是如果这个封城导致的这个疫情恶化 它面临越来越大的威胁的时候 它对中央就会有恶心 它就会多多少少或明或暗的开始对中央进行反抗 这就产生了裂变 你比如说这个武汉市长马旺明 还有那个湖北的书记 是马的那个书记 还有武汉姓周的那个市长 他们在记者的逼问下 他们也多多少少的讲了一点真话 就说出他们对这个疫情的公开 他们没有决定权 也就是用共产党的话来说 就是泄露国家机密 泄露了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中央 才是乌盖子的这一魁祸首 这一个国家机密 所以习近平他继续奉行这个极权模式 防止瘟疫的这种效果 这种使得这个疫情非但没有缓解 反而继续恶化的这种后果 正在引发中共体制内的裂变 你比如说现在这个武汉和湖北的记者 肯定是非常是非常愤怒的 因为他们受到他们自身的安全 受到严重的威胁 处于一种招不保息的境地 那么这个整个湖北 包括武汉市在内 不仅是这个普通人 普通的老百姓受到严重威胁 连包括武汉和湖北的这个中高级官员 都受到日益增加的这种威胁 这个也就是说有点像这个雪崩之下 辅巢之下没有完软的这种趋势的 那么他对这个中共这个体制的离行倾向就会越来越大 如果随着这个疫情向全国扩散全国多地发生了这个严重的疫情 那么能够拥有不受疫病威胁特权的这些人就会越来越少 像现在这个中南海这个集团 他享用的这是特供 他在没有疫病的情况下 他与中国这个普通民众 他都是处于一种隔离的状态的 那么能够比较安全的只有他们 比较安全的阶层就会越来越小 你比如说现在在这个湖北 包括你这个白领和一般的这种基层的这个官员 甚至忠诚的这个官员都是处于危险当中 不管你有钱还是没钱 你都是处于被封锁的 因为被封锁了 你都是处于这种危险的当中 而且随着疫情的恶化 那个湖北这种中高级的领导 他也变得不安全了 那么随着疫情向全国的这个扩散和恶化 那么安全的人就会越来越少 如果非常严重的话 只有中南海这一帮人 这一帮平时就与这个中国普通民众隔离的人 他才是安全的 那么就会出现 就会必然引发倒逼的潮流 因为你这种集权的措施你没有用 你反而导致这个疫情不断恶化 那么中国各个阶层都会 说的不好听 都会反叛 采取各种方式的反叛 这就会形成一股合力 这就会形成一股合力 加速中国变天的到来 但是现在已经很明显的是 这个习近平呢 他是顽名不灵 顽固的在坚持这个集权模式 甚至还企图把这个武汉新冠状病毒肺炎的危机 当作一次加强集权的机会 他现在仍然在乌盖子 下令在撒谎 拼命的塑水这个感染者和死亡人数 还打击这个感言的记者和民间志愿者 你比如说这个武汉的志愿者方斌 就是因为到武汉协和医院去 去偷拍了那个一组镜头 一组视频就是五分钟之内 这个八具尸体被台到被运送到太平街 这个细节就戳破了武汉当局散布的这个死亡数字 公布的死亡数字 他公布的死亡数字所谓300多人 这是一个谎言 这个方斌就因为在网上公布这个五分钟 运出八具尸体到太平街的这个视频 被就被抓了 而且习近平他采取这个 还采取这个向朝鲜学习的 丧心病狂的西安军警政策 上个星期这个 这前两个星期 从海外运送到中国各大海关的这个口罩 还有这个防护用品 口罩有超过这个四千万只口罩 还有防护服 防护救灾用品 这些口罩还有救灾防护用品 大规模的被红十字会 中国红十字会强行征用 强行接收 所谓打着国家征用救灾的皇子 结果 结果这个征用了的话 征用了之后 却囤积在红十字会的仓库里 囤积的很高 而送到这个灾区湖北武汉灾区手中的很少 以至于这个武汉市各大医院的医护人员就发生了口罩短缺 被迫紧急自治手口罩 自治的口罩 这个质量能不能抵御病毒 可想而知 所以就出现了这种不顾灾区人民死活的这种丧行病狂的这种现象 那么这个有很多网友说 这是红十字会 那红会的这些领导人呐 黑心肠 实际上根本没有那么简单 红十字会借他一万个胆子 比如说这个湖北红十字会借他一万个胆子 他也不敢 在这个节骨眼上 节流挪用救灾物质 特别是在这个 因为湖北市武汉市 乌盖子处置不当了 导致疫情爆发 本来就这个难辞其咎的情况下 他还敢这么做 是说不通的 他之所以敢这么做 是因为有人叫他这么做 你说这个湖北红会的这些领导 他贪污挪用于一点 挪用于部分救灾物质 少量的把它用于私用 那是有可能的 但像这么大规模的 从这个明目张胆的 从这个海关抢劫 口罩等救灾物质 巨量的囤积起来 不让这个武汉湖北的医院 更不让这个灾民用 他不敢 他是不敢这么做的 他是怕掉脑袋的 他之所以敢这么做 是因为上级要他这么做 而且这个上级肯定不是湖北当局 而是中共中央当局 说白来都是习近平要他这么做的 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要保障 保障400万解放军 200万武警部队 以及全国数千万公安系统 这个抢劫 就在口罩等救灾物质的 绝不只是这个 不只是这个湖北红十字会 中国各地红十字会 就在大规模的抢劫 大规模的抢劫 海外捐助的这些救灾物质 他这个抢劫是优先保障 解放军武警部队和公安系统 保障这些专政的力量 这些刀靶子 帮他维护统治 优先要保证刀靶子 不是为了救灾 这么无耻的这种行为 也就反映了中共政权的非法性质 在关键时刻 他再次暴露出这个匪党 流氓的这种面目 而且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这个武汉人已经大批的病死了 很多倒闭街头 衣服人员的口罩都已经短缺 他就这么见死不救 你看这个 有什么样的一个什么样的政权 这个上进天良的政权才做得出来 纳粹意大利法西斯都做不出这种事情 只有他才能够做得出 只有中共这种下山难的这种流氓专制政权才能够做得出 所以习近平他在继续坚持的就是一种这种集权的模式 但是他现在又遇到一个左右为难的一个瓶颈的困境 为什么呢 他采取这种先军警的政策 是磨刀磨磨 想在全国部分地区实施军管 实施军管他又不敢 他现在又不敢实行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这个军警从他大规模抢救这个口罩 从他大规模抢劫口罩也反映出这一点 就是这个中共的这个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也发生了疫情 而且我们中国社民党从特定可靠的渠道 也了解到这一情况 就是派往湖北的这个解放军和武警部队 因为是大面积的发生了这个感染的这个疫病 他要优先保证这些解放军 还有那个公安系统染病的就更多了 这种解放军呢 武警部队它是一个密集的群体 他一旦感染后果的很可怕 所以这个习近平他实行军管 他有投鼠忌器的顾虑 为什么呢 一旦实行对这个灾区疫区实行军管 导致这个军警大范围的染病 大范围的染病 这就会增加这个军警失控的危机 这是他最恐惧的 弄不好军警你就会 就会抗命了 所以他这个集权 他这个集权体制 他在监控人民 监控人民 镇压人民非常有效 累死不爽的集权体制 他在对抗病毒的时候 却是着劲见走 千疮百孔 为什么呢 因为病毒你没办法给他洗脑 病毒你不可能 你共产党可以领导一切 但是你无法领导病毒 病毒并不听你共产党指挥 你共产党也没有办法给病毒洗脑 因此 这个共产党的这个集权体制 他对付不了病毒 这一点越来越明显了 习近平坚持以集权模式防治病毒 路会越走越窄 危机四伏 他如果一意孤行 完明不灵的话 他的前景是不妙的 这个病毒 他造成的这种危机 他会形成一种倒逼的合力 习近平的路会越走越窄 好了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